有寶貝的愛好 圍繞在小S身旁的這三位小女孩 笑容燦爛 猶如專業的童心小model 但其實是她的寶貝女兒 母女四人出席首映會 首次參與電影的中文版配音 平時言辭犀利的小S 渾身散發母愛 更自豪的說 女兒表現比媽媽更好 老師一直說你不要那麼急 慢慢講你做得到的 可是我後來就有偷聽到 導演跟我徐老三說 你配得比你媽媽還好 小S越說越起勁 徐老三配音很有大將之風 從衣服上就可以看出端倪 小S和許俏妞莉莉 都身穿民俗風亮相 唯獨徐老三很有主見 堅持以粉紅色的公主妝登場 因為導演就說 我試試看 她如果坐不住的話 她的詞那麼多 可能我也沒辦法勉強 結果她不但坐得住 而且每一句都是 幾乎就一次就OK 所以她萬一真的將來有機會 要變藝人的話 我不會那麼大力的阻擾她 不過小S最大的女兒才10歲 擔心女兒們會確場 還側地在家集訓 因為在家裡我還跟他們排練過說 可能會有叔叔阿姨問你什麼問題 什麼什麼的 然後剛才就 然後我想說 OK變僵尸了 他們處理不來第一次 小S向來都只是在臉書上 分享和女兒的家庭趣事 這次難得帶女兒公開亮相 參與宣傳活動 看來不只是小S這位辣媽 就連女兒們也是欣慰十足 記者稱此分離文科SNG小組 台北報導 這次呢